胡歌早就能脱单,九年前被妈妈否认的女友已成亿万富翁,让人心疼,胡歌作为娱乐圈最让人操心的盛男,几乎每次娱乐圈结婚,都会被骚扰一下,可回顾胡歌过往的经历,才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,先见齐霞三后没能和杨幂结缘,让人感到惋惜,当时很多人都看好胡歌和杨幂的绯闻, 不过当时两人都极力的否认了,当时两人都算是娱乐圈的新人,为了不影响两人之后的发展,两人的关系应该是被隐藏了起来,但当时两个人的微博却有比较有心的互动,更让人猜疑的则是在杨幂大婚时,胡歌曾发文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文字,随后杨幂取消了对胡歌的关注,当时两个人没能在一起, 除了从自身发展角度出发外,还有另一因素,那就是胡歌的父母不同意两人在一起,不知道胡歌的父母现在对儿子错过了,杨幂这件事有没有感到惋惜? 不得不说,娱乐圈的水确实有些混,很少有明星是很早的结婚,这固然是为了事业的发展,不过多的受家庭牵连,那还有没有更深的原因呢? 如今的杨幂身家早已不是当初刚入行的水平了,凭借其精湛的演技加上一系列的热播剧,杨幂已经是内地明星的超一线了,不菲的片酬加上自己的事业,身价起码过异,其下一人更是一个比一个火, 说明杨幂的看人很准,对市场的把握也很唠叨,和刘凯薇之间也很和谐,这大概就是王家的女人吧,杨幂与刘凯薇两人还有了小糯米,事业美满生活还让人羡慕,最近佩杨幂在采访中被问到给自己父母买房子老公会不会生气,杨幂回答,不会,我自己挣的钱买得起,女星能活成杨幂, 范冰冰这样的女强人,也是非常的不容易,也祝愿杨幂事业顺利,多年的单身王胡歌现在还是截然一人,胡歌的妈妈据说还不知拒绝了一位杨幂,其他诸如薛嘉宁,江书颖,刘诗诗等女星都被拒之门外,胡歌妈妈的眼光还真是高,可能是胡妈妈不想找圈内的女星吧。